你知道中国的俄罗斯族吗? 在新疆伊犁河畔居住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 他们是俄罗斯人移民的后裔 经过百年的童话 其外貌、长相、风俗和习惯等 已与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不同 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和居住在新疆边境的塔吉克族一样是我国的白种人 区别在于塔吉克族是我国唯一原生白种人 而俄罗斯族是移民的后裔 生活习惯和风俗也大不相同 1955至1957年 大批保有俄国国籍的俄罗斯人迁回苏联 新疆俄罗斯族的人口因而俱减 再加上老一辈很多人已经坐过 在英明的俄罗斯族已不足30人 主要聚集在六星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奶奶 我现在在新疆伊犁 这里是六星街 六星街是一条非常有异国风情的街道 你看这里的建筑 非常具有异域风情 它为什么叫六星街呢 给你们看一下地图 地图上有六个角角 知道为什么叫六星街了吧 你看就连对面的窗户也是六个角 也是六星街的样子 这里也是伊宁俄罗斯族的居住地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 这里的俄罗斯族越来越少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啊 寻找伊宁的俄罗斯族 看到这个雕像 有没有想到俄罗斯的三套车那首音乐啊 顶雪覆盖着福尔加河 顶河上跑着三套车 你看这里还有套丸啊 从大套到小 这里呢也透露着俄罗斯族基柱的痕迹啊 俄罗斯的猎疤房 是一共只有这几个啦 最后五个呀 这四个是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是吧 对那是全卖的 就最后四个 哦那边是假的啊 真的 真的啊 哦只不然做的样品 对放干了 第一代过来应是祖族份了是吧 对看了照片 哦照片上就有 对 你爸爸妈妈也是 是四几年的时候过来的 从俄罗斯 然后爸爸妈妈都是俄罗斯族吗 我妈妈那边是俄罗斯族 父亲是汉族 是汉族哦 我爷爷是随王政进疆解放新疆了 哦军医 哦军医哦 对军医哦 好的谢谢啊 这个姥姥的姥姥不算 不算 哦姥姥的姥姥是俄罗斯人 对对 哦后面呢就是 咱们俄罗斯族了 看到没有这个花园真的好漂亮啊 那边还有个俄式摊巴是一个俄罗斯族大叔开的 我们过去坐着啊 你好先给我们来两杯卡瓦斯吧 好的 请问有风扇吗 好热啊太热了 谢谢啊 那小姑娘应该是俄罗斯族的 这卡瓦斯呢就是用这个黑荞麦面包和蜂蜜一样的 卡瓦斯里面没有放啤酒花 但是这个面包里面它本身就有啤酒花了 还是有一点度数刚才我喝了有一半嘛 感觉脸都有点红了 大叔的红米鞋子嘛 他在里面做菜的啊 他是俄罗斯族 你也是 是不是女儿啊 我说直理啊 直理啊 直理啊 一种药材的菜 这是一种药材 哦 你们这是夫妻店吧 对 哦 哦 阿姨是汉族您是俄罗斯族 对 哦 是这样 您是第几代啊 我们是第三代了 哦第三代了啊 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四川的 四川过来的 哦 在咱们伊宁俄罗斯族越来越少了是吧 在伊宁市的话就 全俄罗斯的话三十个人就 就三十个人了 哎呦这么少了啊 空虚的话也两千多 哦 全新疆有两千多 哦 那也不是太多 哦 这边只有三十个人呢 对 是不是有的是天安会去了 以前是很早的以前是他们回去了 哦 很早以前都回去了 留下来的就一直在新疆了 对啊 在这边成家了啊 孩子都挺大了吧 嗯 我爱人的妈妈也是成都那边的 哎呦成都 我们也是成都的 啊 我们叫成都的 成都过来 哎呦还挺有缘的 你很久没回去了吧 我们也回去过 也回去过啊 基本上都在这边 爸爸妈妈是在成都还是在新疆 在新疆 都全家人都来新疆了 对于说哦 孩子也在这边上学 对 我点了一个口馍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卡特列特 尝尝怎么样吧 来我们尝尝这个卡特列特啊 这个呢是牛肉 它是把牛肉捏碎了 然后捏到一起的 这个呢是土豆泥 上面有炼乳 牛肉上面呢是一层甜辣酱 现在尝尝土豆泥吧 就是比我们在很多地方吃到那种土豆泥 要会更细腻一些 这个牛肉里面加了洋葱的 还有一点牛排的那种口感 口馍是这样的 好多汁啊 本来我准备只咬一半的 结果一口就进去了 非常的鲜嫩啊 用奶油举的 所以会有奶油的那种味道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 亚历山的首风琴收藏馆 就在我身后 亚历山大呢他也是一个俄罗斯族男人 拥有着男眼睛高鼻梁金黄的头发 他用尽了半身的心血啊 从全世界各地搜罗来了 800多家首风琴就在这个馆里面呢 走我们去看看 现在我们是在一楼啊 是民俗陈列馆 首风琴呢是在二楼 这上面有亚历山大的简介 它有一个特殊的技能 不用调音器 单凭耳朵就能让坏掉的首风琴重新说话 而且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但是他却创作出了20多首首风琴乐曲 然后印尼政府得知以后呢 投资为亚历山大建造了这座首风琴正常馆 就在楼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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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上来呢就有馆长给我们演奏了首风琴啊 馆长呢和亚历山大他们是一个乐队的 他们有八个人 但是亚历山大呢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 比如说昨天他就在 但昨天我们没赶上 我们今天来的是馆长给我们演奏的 亚历山大老师一天也没有听过专业的课程 但是他比专业的还有专业是特别好听 1822年的首风琴是我们全中国的第一个首风琴 这个首风琴是第一个首风琴漫了末年 全国的第一台首风琴 1822年的 这个是1827年的 这个首风琴价值多少钱您知道吗 那个十年前是一百万 哦 现在是物价值吧 是中国品牌的东方红 这是在演出的时候 现在不用了吗 之前算不用了 ja weekend 试着 我 试着 试着